悬疑问答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7号 星期五农历是12月23 好 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问您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地主给师父请安 谢谢 恭喜师父2020年收场法会原本成功 师父辛苦了 谢谢 地主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开示2020年犯态岁和以往相比都是加强型的 要念岁数双倍数量的小房子 那请问师父2020年逢369的人 是否也需要念岁数双倍数量的小房子呢 这个倒没有 反正就是说2020年的庚子年特别当心 好吧 庚子年是天灾多一点吧 嗯 好的 嗯 好的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在悉尼佛友见面会上开示 佛友之间就是50或100块以下的就不用真正了 除非他经常是这样的 那请问师父这个指的是人民币还是澳币的50或100吗 不管呀 什么国家就什么币也重要 但是师父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小面额的就不一定了 比方说50块以下的不要100块以下50块以下 好 50块以下 好吧 但是这个人经常5050这么弄就不可以了 比方说他每一次都是收钱的 偶然的收50 他说我不找人这就不行 就是说他偶然的 比方说他是在和佛友当中人家说 人家交了50块钱 我跟对方讲一下 然后你帮我拿一下 那这就不要见证人 好吧 嗯 好了 明白了 嗯 下面是关于师父对2020年预测的几个问题 那师父开市擦香炉是旺财的 请问师父如果家里有多个香炉的话 每个香炉都可以擦吗 都可以擦 全部都可以擦 嗯 那擦的时候是擦 是擦外面是吗 擦外面 擦外面 嗯嗯嗯 那是否最好顺时针擦会比较好 对 完全是顺时针的 嗯 好 那是否烧香后再擦比烧香前擦会好一些 烧香前擦比较好一点 哦 烧香之前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开市2020年男士的结比较多 女士今年倒是很好 会帮人挡灾 身居高位的女士会有火灾 请问师父怎么理解这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有责任的女性 嗯 今年就会比较压力大 哦 如果你没有责任的 比方说不是高位的 那不会有这样情况发生 哦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那这个说的身居高位的女士会有火灾这个指的 不是火灾 是货灾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说 火灾在澳洲现在 哦 明白了 感恩师父那你人是清楚了 好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嗯 师父开市 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 天使地并不能够帮助到你 那请问师父如果是学生读书患专业的话 是否会不太顺利 对啊 不太顺利的话 你求佛们就顺利了呀 一般的人是指一般的不学佛的人的 他肯定不顺利的呀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如果之前做过鞋柜 后来想做佛台 怎么样能够挡出不好的气场 那肯定不行 哦 不能 做过鞋柜的绝对不能再做佛台了 哦 好的 那如果条件有限的话 条件有限的话 全员搭几块木板都不能弄鞋柜 好的 明白了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别人对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如何判断是给对方念心经还是念姐姐咒 很简单 如果感觉是灵性 非常暴怒 先念心经 哦 如果一般的发脾气 很烦恼 对不对啊 那就是 那就不一定是灵性了 可能是一些节啦 嗯 一些自己命更当中的不好的业障啦 那先念孝哉即将神咒 姐姐咒 然后有空的时候再念啊 再给他念姐冤结的小房子 哦 好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请师父开示我们上香时恭请观心菩萨 和祈求的时候声音是可以大一点还是小声默默的 祈求观心菩萨是吧 嗯 就是求观心菩萨和 恭请观心菩萨和祈求的时候 这个声音的音量应该是 恭请观心菩萨可以大一点点的声音稍微响一点 哦 好吧 请观心菩萨 菩萨不是要请到了 菩萨听到你声音了 你再讲轻一点 哦 明白了 就这样就举个简单 哎 你过来过来过来 人家过来过来 哎 我告诉你啊 就轻轻讲的 哦 就这个道理 嗯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嗯 因为别人需要再放声 所以有余比较多的时候 同修就会打电话 那么然后再帮助他们再放声 钱是他们直接给余老板的 请问师父这样如理如法吗 钱直接给余老板 嗯 如果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这个要看的 如果好的工修主负责人啦 三个人见证啦 我觉得也 给负责人也没问题的 因为有的时候余老板反而很黑心啊 你为了 你为了你自己不肯当间阁 不肯当责任 你去 去得意全部叫 叫余老板 说不定余老板很黑心 不是伤了我们佛友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这种余比较多的时候 同修打电话告诉其他人 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 完全可以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放声时 因为想救更多的余 现金不够 会先放声 然后等有钱了 再付放声的款 就是存在奢账的情况 请师父开始这样放声 这没关系 哦 好的 我觉得这没关系 嗯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如果我们请别人带放声 那对方他的业障可能会比较重 这样的话对我们会有影响吧 带放声 嗯 带放声的人 你可以讲的呀 个人也让自己背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呃 女同修单身 以许愿轻修 现在是住单房 只有床头有位置 他想请问师父 能否在床头 挂您的静心的字画 可以的 没问题的 静心挂在哪里都可以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以许愿轻修的同修 梦见别人带谐音 请师父解梦 就是他梦见别人谐音 他脑子里也有谐音念头的 哦 嗯 当心 那这样一般的话 一次在大概多少遍 一次礼佛至少三遍吧 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天上有很多 飘在空中的佛言佛语图片 感觉有点破旧了 这个时候师父跟他说 有些做佛言佛语图片的人 做的内容不是师父开示的 需要念很多小房子 才能消除这个业障 请师父验证一下 是这样吗 是啊 就是这样 嗯 那一般的话 要多少张小房子 才能够消除这个业障 一般的 嗯 一般要多少张小房子 是吧 嗯 对 就是他做佛言佛语图片 不是师父开示的内容 啊 怎么消这个业障 那不是太好呀 嗯 是的 他业障嘛 下次不要做们就好了嘛 哦 好的 好吧 这个东西都无所谓的 好好忏悔吧 每天要忏悔的事情 不是一件两件的 很多呢 嗯 好吧 是的 好的 当然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开示过眼睛下面的内 眼睛下面的质 一般是内质 那请问师父这个 眼睛下面所指的这个范围的话 是多大 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 你眼睛上面流得到眼泪的都是啊 哦 你又流得到眼睛的都是啊 你跑到 跑到眼角这里也是的 哦 两边的眼角也是 好的 明白了 反正是下一个问题 古话说 宁差 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师父之前也开示 劝别人离婚 莲花可能掉下来 那请问师父除此之外 如果劝别人离婚的话 会不会自己折寿呢 你动了他大因果了就折寿了 要看的 他报应 他报应是不同的 嗯 明白了吗 哦 所以 那这个一般的话 所以还是根据他的结果来看 是否是折寿的是吗 是 是啊 还是 一般的不会折寿的 哦 好吧 好的 就是会有一些报应 但是不会 对对对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大家一起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背夜的情况会有不同吗 同样 当然不同了 同样去做一件事情 背夜的情况当然不同 有能力的人背的多呀 没有能力的人背的少呀 哦 明白了 你比方说师父跟你一起去度一个人 你说说人家当然希望能够有力量的人都帮他了 你本来就没有力量 你怎么帮得了他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对这个背夜这个情况比较敏感 总是觉得自己会背夜 那这种情况他可能也就会真的帮别人背夜 会背的呀 背夜们很简单 背夜主要是什么 知道了 背夜很简单 背夜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自己老感觉 老感觉老感觉 明白吗 经常感觉经常感觉 那就会慢慢慢慢的 会背了这个夜 因为你经常去touch这个事情 就是经常去感应 那这个事情就来了 你如果没有经常在感应 你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总是教导我们要多种福田 师父也开施过 有三个福田 那想请师父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福田的田子 田嘛 实际上就你的心呀 嗯 心中有块田呀 对不对呀 福田的田子嘛 就是你心中要有一块田呐 嗯 然后呢 这个心要正 人要心正 对不对呀 嗯 田就是说有一个稻场一样的呀 嗯 你有这个稻场了 你心中就会有福了 你想想看福田福田 你把这个田种在那里了 你是不是有福了啦 嗯 对不对呀 你今天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田的话 你福种上去就没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啊 嗯 那请问师父这个田子是否对我们呃 人体的这一些器官有所对应吗 他有四个小小的隔 是 福田呢 在佛教是佛教用语 实际上是佛教用语 佛教用语 人家说田子也好啊 那个福田也好 他实际上就是形容 你有这么这么这么一一一一块块都是你自己的 有收获的东西 因为过去的说农民耕种啊就是一个田嘛 因为你看这个田子它就像一块块庄稼一样的呀 嗯 所以有福奇的庄稼种在你心里不就是福田吗 啥姑娘呢 明白了 明白了吗 他这个田子本身就是一个像农村的庄稼呀 嗯 一块块方的呀 听得懂吗 嗯 所以你要长出恩田的啊 对不对啊 敬田的啊 都要有的呀 嗯 还有悲田 对呀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最后弟子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2018年4月 我请了观世音菩萨 想学佛 苦语没有人教我 有天我无欲中扫了一个二维码 加了一位师兄 然后那位师兄把心灵法门的法宝 结缘给了我 我就开始念经了 在我许愿全素时 也曾遭到家里人反对 先生甚至以离婚相逼 有次吃饭时 先生硬把两块肉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和委屈 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特别想哭 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 很怕违缘的果报 当天晚上念了五遍礼 火大忏悔文 第二天整个人就像软瘫了一样 全身无力 一动也不想动 一点精神都没有 不想念经 不想做任何事情 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两三天 像生了一场大病 身上能量全无 2018年6月14日 先生又开始说些对福达不太恭敬的话 见我跪在佛堂面前 也走了过来跪在佛台前 随手拿了我的功课书看 不一会儿却突然趴了下来 一动不动 怎么也叫不醒 我吓得赶紧把两个女儿叫了过来 一起把她抬到了床上 但还是一动不动 记得有师兄说过 喝大杯水有加实力 我就硬把老公的嘴张开 用勺子把大杯水灌进了嘴里 但还是没有动静 我求助师兄 慈悲的师兄们帮助先生 诸年大悲咒 我当下发愿 放生500条语 小房子21章 先生醒来后 我先生说法 半小时后 先生的右手开始动了 女儿感觉先生想写字 急忙地拿来纸和笔 她写了八个字 佛法无边 回头是岸 先生醒来后说 就像睡了一觉 又好像做了一个梦 梦中她到了一个地方 青山绿水的 有鸟 有树 像是菩提树 2018年6月19日 我又重新许下终身吃素 先生再也没有反对 还有一件发喜的事 我的胃不好 每天早晨起来刷牙时 都会干哦 而且很多东西不能吃 2018年9月30日 钥匙菩萨圣诞日那天早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姐姐拉着我去一个诊所 医生是个男士 和我说 这个药给你 你未必会吃 买回去不吃也是浪费了 也别以为你的钱 就能买到我的药 你要是有病 我免费赠送给你 当时感觉这个医生非常正直 不会为了钱而卖药 我和医生说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病 要不你帮我把把卖 医生帮我把卖后 给了我药 让我吃了两个多月 每天六七颗 我走到门口才想起没给钱 刚回头想问多少钱时 却见那位医生 变成了一位老人家的样子 一手放在身后 一手捋着胡子 向我说 去吧去吧 然后就醒来了 后来有师兄说 梦中可能是南京菩萨 梦后第二天 我调整自己的功课 每天读白话佛法 早晚群里读一篇 小房子一个星期送七张 持续了两个多月 总共烧送七十多张左右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发现早晨刷牙不干呕了 微不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感恩大师大悲观心菩萨 在末法时期传下来这么好的法门 感恩南京菩萨的慈悲救度 帮我治病 我一定好好念经还债 跟着恩师 做好菩萨妈妈的牵手牵眼 让更多的有缘人 早闻佛法 离苦得乐 提升自己的境界 做菩萨妈妈的好孩子 分享中如有 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心菩萨和库巴神原谅 请师父指证 恭喜他 你看看他先生是现实报 菩萨直接 他先生肯定来力不凡的 菩萨直接给他 把他带走了 带走让他看一看 他要是先生再来一次的话 怎么把肉塞在他老婆口里 我告诉你完了 好吧 这种都不是菩萨做的事情 好了 是的 好的 那师父弟子 今天有问题先问到这里 同修自己 让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请师父注意身体 师父再见 感恩师父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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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师父 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恭喜师父 悉尼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师父 慈悲其语 悉尼现在终于下雨了 而且天气预报说 这雨大概会下五天的左右 对于扑灭悉尼上火 是有很大的帮助 真的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是啊 对 非常非常的伐喜 另外师父还预测 今年的气候很不正常 不该热的地方会热 不冷 就是不该冷的地方会冷 前两天呢 就有一位同修看到 芬兰的报道 今年一月北欧 芬兰的气候 气温已经比正常高出十度 所以非常感恩师父 对众生的关爱和提醒 当心 嗯 下面呢 有几个问题 想要请师父开始一下 就是同修的业障 各自业障各自碑 首先呢 有一些师兄随着修行的深入 话越来越少 不愿与他人有太多的交流 家人和朋友都觉得疏远了 请问这样的做法算不算不圆容 正常 没办法 没办法 就是说 等到修行的人 他觉得废话应该少说了 浪费时间的话应该少说了 不应该再浪费生命了 一个是觉悟的人 一个人还混在五欲六层当中 天天废话连篇 天天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的 感恩师父 然后第二个问题 贪睡的人是不是没有慈悲心 贪睡的人不能说没有慈悲心 贪睡的人只有一个字 你讲给我听什么字啊 懒 对了 对不起师父 不就懒吗 还什么呢 那这样的话 对于客服贪睡的话 我们如何能让慈悲心常住 因为师父之前有说过 就是如果我们有慈悲心的话呢 我们就是连睡觉都会 就是睡得很 少睡呀 因为你要招紧时间做功德呀 是的 各个都是这样的呀 你睡嘛就把时间就睡掉了呀 嗯 是的 是的 很感觉 像师父如果有时候稍微睡了时间长一点 我醒过来就觉得后悔呀 我就觉得浪费很多时间呢 就是浪费生命啊 我是这种感觉的 你们能理解吗 是的 以前弟子非常的愚痴 就是不能理解师父的辛苦 但这次参加了就是师父的西尼法会 而且在西尼待了这几天 真的看到了师父受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身体上的苦 然后听师父的录音 然后也觉得师父很累 真的很感恩师父 学师父 好好的学师父吧 好的师父 未听您的话 下面有一段关于师父莫保静心的开始 所以请师父能够慈悲验证一下 开始如下 这两个字是师父对你们的希望 也是给你们的目标 明白吗 如果悬挂此字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明确奋斗的方向 是不是就不容易走偏差 路走对了 再加上精进修行 那是不是就会跑得更快 就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成道 对不对啊 师父希望你们这些孩子 把自己的心 在这个五竹恶事之间清洗干净 好好的跟着师父回家 你们的心静了 才有资格回去啊 人间多苦啊 怎么就不明白呢 好好修了 师父的莫保 你们好好整齐 如同师父在你们身边一样 时时刻刻地警醒自己 时时刻刻地反思自己 你说说加持力大不大 但是你们只是挂着两字 每天不好好反思自己 那我告诉你 一点加持力都没有 挂上了 就是要每天地告诉自己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我还要再怎么努力 那你们看看 半年以后 你们看看效果好了 那进步绝对会风速猛心 就是你们自己不上心 跟风 一点用也没有 好分享完了 请师父能够慈悲 开示一下 反正讲的都对的 听这个语气有点像是师父的语气 所以就是 感恩师父 应该是法身吧 太好了 因为这位同修就是 说是师父的法身开始 所以就是想师父验证一下 那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 开示中说挂上了 就是每天地告诉自己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干净啊 嗯 你想想看 你的心什么时候干净了 你如果你的心干净了 对不对啊 那么你就修成了呀 是的 静心了 你一旦天天看着自己心安静不安静 干净不干净 你想想看 你的心不干净 你能做什么 你告诉我呀 心一定要干净 啊 才能够做好 啊 就是这样 嗯 那师父 就是这三个 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 离目标有多远 还要怎么努力 这算不算是我们修行上 自省的一个标准 我们每天可以自省一下 每天看看自己干净不干净啊 嗯 明白了吗 忏悔也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啊 你如果今天不干净 啊 你这个人就麻烦 一定要干净 明白了 大安师兄 大安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大安师父 没关系 因为我是第一次打通电话 呃 那个 呃 师父 然后最后您还说就是半年之后会有效果 那这样子我们就是每天这样自省的话 是否就能像师父所说的能够在修行上看到明显的效果呢 对啊 你每天想啊 我干净不干净 然后呢 心干净不干净 嘴巴干净不干净 眼睛干净不干净 耳朵干净不干净 是不是听了不干净的 说不定眼睛看了不该看的 你要进重新演化出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五一六成是不是沾染了 要演化出自己的各种器官的呀 干净不干净啊 包括你身体干净不干净啊 你不干净我恶心呀 听不懂啊 好了 听懂的师父 对不起师父 明白了 师父 嗯 请您能说一下我身上的毛病吗 对啊 身上毛病吗就还情债啊 自己好好克制呀 对不起师父 你这个人们肯定感情以后出很多问题的呀 没办法的呀 嗯 对不起师父 你别别招他招他自己就好了 所以好好的一个会命要好好保护的 一个女孩子我告诉你最可怕的就是犯贱 任何一个人如果自己非常的发贱的 哎呦找男人呢或者怎么样啊搞那些事情呢 我告诉你就像个畜生一样 我讲的是重了一点的 明白师父 像不像畜生啊 畜生不穿衣服的 你说做这种坏事的时候穿衣服吧 不是畜生啊 是的 一头羊一头马一头女的 你说说难看那么臭钥匙 你说哪哪一个动物光着绳子好看的啊 你们连个狗套一件小背心都觉得很可爱 你叫他光着绳子你看可爱不了 对不起师父 连这件遮朽布都没了 一个人的人性到哪去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对不起我会好好的修 感恩师父自卑 呃师父 我旁边还有一位同修 他也是第一次跟师父讲话 他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师父 快点啊 我帮我转 好好好的 弟子向师父请安 啊 嗯 师父好 请问许愿真修实修的 呃 需要具体怎么做 真修实修吗 要真学啊 要实实在在的 自己身口意要管住呀 真修的人会乱讲话吗 不会 真修的人会脑子乱动吗 不会 啊 真修人的做出来会垃圾的行为吗 不会 好了 这不叫真修啊 不做下流动作 不说下流话 不动下流脑筋 天天做菩萨 天天说莲花的语言 啊 口吐莲花 然后做的行为都是菩萨的佛爷 佛形佛的行为 那你说这个人不叫真修啊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此备开示 好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所以每个人都要彻底要改变 喂 你好 喂 喂 师父你好 弟子跟师父请安 师父帮同学们问一些问题 然后同学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师父就是您不是说 就在法会上开始犯太岁的师兄 最好一天上三次香 那想请问就是除了早晚香之后 那其他的那次香的话 时间什么时候比较好 十二点钟到两点钟 哦 就是最好固定一下 在十二点到两点钟这个时候 对吗 对 那如果他早上一直在上香 那他在这个时间续香的话 那能算一次吗 算 从早上烧到晚上更好了 哦 好的 那就是有同修 他早上如果赶着去上班 他上了早香 等十分钟左右 那个香炉的香还没有燃完 他这个时候他再去点一只香 那这个香能算第三次香吗 最好不要了 没关系 上班的话就两次都没关系的 只要自己放假的那两天 点三次嘛就可以了 好的 那那就是在外面上新香的时候 需要这种 需要上吗 也 可以 完全可以 上新香 其实上新香嘛 很好的呀 哦 就是您说的这上第三次香 这个上新香也是可以算的 达到这个效果 对啊 对啊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还有是师傅关于擦香炉的问题 您说擦香炉会忘裁 那么香炉是我们请下来 放到桌子上去擦 还是直接在佛台上擦 请下来放到桌子上擦 哦 那半夜晚上回家的话 如果没有烧香的话 可以请下来擦吗 也可以的 哦 那擦之前要怎么祈求呢 关心不是要大慈大悲呀 对不对呀 擦香炉就是你要求什么 保佑我财运能够好 我会做更多功德呀 就怎么样 哦 好的 那需要念什么经吗 多念大悲咒呀 晚上多念大悲咒 白天多念新经呀 好的 感恩师傅 那还有没有佛台的同修 他可以上新香 就是意念里面 就是擦香炉吗 可以的 完全可以 哦 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 关于那个 就是师傅说 庙里面最前面中间的拜殿 是大法师柜的 然后领头的就要帮别人背 然后观音堂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法师 在同修们就分两边磕头 大家都不背 要背 要背大家一起背 那请问师傅 就是如果由于 担心有的同修 他不懂的情况下 到中间的拜殿去跪拜了 那么是不是观音堂 是否中间索性就不放拜殿 然后直接分左右两边 然后中间留一个空道出来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本来就应该这样 哦 好的 那如果是平常家里的 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师傅 那是 就是平常家里的佛堂 全家好几个人都在拜菩萨 是否也不能跪在中间 而是要跪在两边呢 全家都拜菩萨的 对 就是家里面 自己家里面的佛台 家里面好几个人都会 一起拜 全家都修的 一起念念经吧 消消业吧 那是否也是 就是不能跪在中间 而要跪在两边呢 中间那里空出来 因为你们没有 没有人领乡的呀 如果有法师们 就可以跪在当中呀 哦 就算 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哦 好好 感谢师傅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 请师傅 解个梦 就是有 有一个同修 他梦见 被另外一个同修 踹了那个小肚子一脚 然后现实中 那个踹同修的人呢 他是得了重病的 然后没过多久 就过世了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再讲一遍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梦见 被另外一个同修 在他小肚子那里 然后踹了一脚 然后呢 踹同修的那个同修呢 他现实当中 他是得了重病的 他没过多久 就过世了 然后现实中 这两个同修 他们都没有说过话 请问是什么意思 两个同修 是他的同修 是不是 对 在过世 在过世一般的讲 就是两个人的 有意彻底没了呀 就是他们现实当中 都没有说过话 甚至都不怎么了解的 然后得重病的那个人 在梦里就踹了一个同修 踹了那个人一脚 他当心啊 犯小人呢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人 过于在意 在意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 总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就很挂爱 然后到没有办法解脱 然后时间久了 就达到了抑郁的状态 是他自己的修为不够 还是夜里所为啊 修行不够 夜里所为都有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那就是 还有一个梦 师傅 有一个年轻的佛友 近期压力很大 然后求菩萨加持之后 梦到一个声音说 你是四命俱全 一般人只是三命 他想请问 三命四命的含义 三命啊 嗯 三命四命 嗯 一个人有好几种命 对不对啊 有很多命的呀 你比方说有会命 有生命 对不对啊 嗯 你说你这个命运 到底控制在谁的手上 对不对啊 都有讲究的 为什么叫三命啊 对不对啊 三命是什么 你比方说 你除了自己的生命 会命 对不对啊 嗯 那么你还有一个什么命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正在 啊 我们说叫报声 报声啊 嗯 听得懂吗 嗯 啊 就是一种报声了 所以你看看三命就有限了 那么 那比方说 黄帝内经里面就讲过三命 啊 黄帝内经啊 喂 喂 听到师父 听到师父 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 对不对啊 这个 呃 上寿是百二十 中寿是百年 下寿是八十 对不对啊 说有三命 哦 那么一天命 二宿命 三阴命呀 叫三命呀 你比方说阴命是什么啦 阴命就是你以后走掉的命呀 死了之后啊 对不对啊 宿命是什么命啊 你规定的 你上辈子做了多少页啊 页啊 什么东西都有这个命的 还有一个天命呢 是你天上给你的命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人家说 我有天命啊 对不对啊 我跟我的 现在明白了吗 呃 那师父 孟中他说这个统修 就是四命俱全 那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四命啊 嗯 四命俱全 我相信 我相信还有一个命 也是天上给他的 应该 哦 他最近压力比较大 如果四命俱全的话 跟 跟那个瑞兽有点关系的 哦 听懂吗 听懂了 听懂了 人家古时候说 说说说 四命啊 四命就是 就是你这个命特别好呀 啊 过去还有称九命呢 就是九等啊 官爵爵位呀 都有的呀 明白了吗 好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想请问师父 那个孕妇可以摸肚子 跟腹中的胎儿说话吗 有没有什么禁忌 嗯 可以的 不要乱讲 小孩子会生气的 哦 胎叫很重要的 你要给他听听音乐 你给他听听山林的鸟叫 气量就大 嗯 所以过去胎叫有的呀 放在肚子上 给孕妇听 让孩子从小在里面听到 山林中这种鸟叫啊 什么东西的 非常好的 嗯 好的 那 他帮宝宝念听的时候 也可以摸着肚子 对吧 可以 可以 当然就是等于跟宝宝讲话一样的呀 哦 哦 念自己功课的时候也可以是不是 对 完全可以 哦 好好好 感恩您 呃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放声的地方 有人洒骨灰 这个地方可以放声吗 哈哈哈哈 撒骨灰嘛 当然一次性洒 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好了 那天天洒 你就别去了呀 哦 听得懂了 听懂了 偶然洒一次就算了 你天天去洒 你哪受得了啊 你这里在放声 他这里洒骨灰 骨灰洒出来全是阴的呀 对啊 啊 嗯 所以人家说夜光夜光 实际上就是灵光呀 嗯 对不对呀 嗯 骨灰就可以做灵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傅 咱师傅 嗯 还有就是有一个梦 是同修 同修参加木尔本法会 他在酒店里面 梦见有个中东的男的盯着他 他梦 同修梦里穿着白衬衣西装 然后那个男的看到同修 就决定说要娶同修 还让他看到看他的家人躺在房子里 同修就说不可能 意思是说不可能和他结婚 请问师傅这个梦的意思 跟同修的这种婚姻感情有关系吗 他要写写给自己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吗 有啊有啊有啊 这是缘分 嗯 很多是 很多是所以缘分不足啊 缘分足啊 都是这样的 这种要念多少小房子 就是也是要经者对吧 对啊 念多少小房子有的念了 像小房子这个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 一辈子要好好念 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 嗯 就是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情能生财 请问情分能生财 这个财是否也是命里有的 前世所修的 对啊 情能生财就是这样的 这财怎么来的 情分的呀 劳动所得呀 那是正财呀 如果不是劳动所得 那就是偏财呀 听得懂吗 所以你打工挣来的钱叫正财 你要是自己什么 考赌博啊 对不对啊 或者去买买彩票啊 这种都叫偏财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他如果不勤奋工作 这个命里的财还会有吗 不勤奋工作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财源不足呀 嗯 你比方说任何个事情的成功 一是靠机会 二是靠勤奋努力 才能成功的呀 你机会来了 你不努力也不行 明白了吗 嗯 嗯 就是这样 那会通过其他的方面给他吗 如果你真的 残运很足的话 也有的呀 他爸爸妈妈 这种 爸爸妈妈那种 叫给孩子的那种财 就可以留着的呀 就是比方说 爸爸妈妈给他的遗产 或者给他接班 但是很多讨债鬼们 就慢慢的把爸爸妈妈钱 都用完了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还有一句话 他们是说 说小小财靠勤 就是勤奋的勤 小财靠勤 那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啊 勤奋有得财呀 不要去理解其他的 就是你不勤奋是没有财运的呀 好的好的 好吧 好感谢师傅 嗯 还有一个梦 师傅就是有个同修 他很纠结 就是他在他现在的企业 就是去现在的企业工作 还是读博士后里面 他想做一个选择 他上香的时候就求菩萨 然后脑中出现了一个一个念头 就是抽签 他写了两个 然后一个是现在的企业 还有一个是读博士后 然后他想在念经求菩萨梦中指点的时候 梦前自己在学校 然后自己有超能力 一推长就能够完成自己建设的那个工作站 然后特别规整 嗯 一推长还可以让枯木长高 那请问他应该选哪个比较好啊 什么叫枯木长高啊 嗯 就是让花 就是梦里面那种枯了的木头 然后能让这种木头长高 嗯 嗯 就是他梦里面自己又是有超能力的 然后有一个热气球的工作站 然后他在这里面的话 他一推长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就建好 是梦中是不是啦 对对对 能量呀 这就能量了 嗯 那他这个选择的话是在去企业还是读博士后啊 什么叫去企业我听不懂啊 嗯 就是去现在的企业工作 就是有一个企业就是让他 那应该应该到企业里去 到企业里去 哦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起飞开始 还有就是 统修梦到一个不认识的女的 在自己家里卫生间大便 拉出很多很多大便 一出马桶弄的卫生间都是 梦里感觉这个女的是因为生病了 才有这种不正常的超级多的大便的现象 请问师傅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认识的女的是家里的药精血吗 被人家帮人家备业了呀 人家在人家在泼脏水泼到他家里了 这还不懂啊 哦 被人家被业 那那他这种要要念小房子给他的药精血 对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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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呃 师傅等一下 那个香 像擦佛台水杯外侧 还有擦香炉和油灯的那个抹布 是不是要分开还是可以用同一块布 经常分开比较好 哦 分开比较好 好 还有就是同修梦大在法会 他坐电梯回房间住的楼层好像是21层 后来他晃晃悠悠到了35层 还突破到了天井那里 后来想着自己的房间在21层 然后就又回来了 他想问就是35层天井是什么意思 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21层是什么意思 天上呀上去过又下来了呀 这很简单 哦就境界提升了 但是他境界还是在这里 下来了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 还是 嗯 好了 嗯 师傅那我的问题先问到这里 同学们他们自己也让自己悲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要记住一句话 在世界上活着不能为自己活着 要为别人活着 很多人一辈子自私 最后到死了都没人想念他 啊 所以有的人一辈子活着为众生活着 所以不管哪一年哪一世人家都会怀念他 所以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你看佛陀啊 涅槃2500年了 到今天大家都在怀念他 啊 全世界都在怀念他 有的人啊 做了一世坏人 对不对 一辈几辈子都被人家唾弃 所以必须要好好地学佛 学正能量 帮助别人就是正能量 能够解脱自己 啊 那就叫超能量 啊 师傅就是要让你们超越自己 超越我像 人像 众生像 输者像 喂 请讲 喂 喂 讲吧 师傅好 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 我想问个 咬鱼吃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周日大解日 出于食物 还有那个 霍博达那个生来日 可以洗澡吗 当天 老妈妈没关系 你不烧香的时候都没问题 哦 是可以的 是吗 都可以 都可以的 没事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现在不是那个拜店 就是现在我们要设佛台 不是领那个 设佛台有的领的 主领的人 可以就是和那个主家 不是在第一个 前面跪着呢 对 那会被一样吗 你要是 你要是在家里 应该没问题 你要是在观音堂里边 你放在当中 你会帮人家背的 嗯 哦 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两边两排 当中有条通道 两边两排 明白了吗 就是设佛台的时候 啊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因为有个同学 他设佛台 每次他主摄的时候 他那个腰 他可能本身腰也不舒服 每次设完佛台 他腰很难受 帮人家背呀 这肯定的 那就是能量不足是吗 对对对 哦 那怎么就是化解 求菩萨保佑 对呀 求菩萨 关心菩萨保佑啊 这事情 嗯 好了 感恩师傅 再分享一个哈 特别发喜的 我们有一次 说佛台 那个那个同修 他那个姑娘六年的精神 就是抑郁症有问题 我们说完佛台之后 我们就后来 在那交流分享的过程中 那女孩突然就给 特别清晰了 脑子 特别好 感恩关心 佛达 感恩师傅 太好了 嗯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感恩师傅 好 好好努力 嗯 好的 再见 再见 拜拜 喂 您好 师傅好 请讲 师傅好 弟子们很想念您 嗯 谢谢 感恩师傅 祝师傅 小年快乐 嗯 恭贺师傅 悉尼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弟子今天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师傅 嗯 呃 第一个问题是 以了大愿 是不是可以提高经文的质量 请师傅 给我们开示 百分之一百的呀 有愿力的 就接近菩萨了呀 没有愿力的人 接近不了菩萨的呀 嗯 嗯 感恩师傅 一切都是信念行 对 好 第二个问题 洗了大愿 而且如实行愿 是不是有利于莲花 长大升高 是洗了愿之后 马上升高 还是根据日常行愿效果 一点点升高 请师傅 慈悲开示 很简单了 许愿只是种下了一个种子呀 可要看到长大的呀 你懂吗 懂了师傅 感恩师傅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洗愿 以后去悉尼 帮助师傅弘法 属不属于大愿 应该属于很大的愿力 因为师傅就是在救度 全世界有缘众生呀 他如果愿意有这个愿力过来嘛 他也是个愿力呀 问题你要有条件成熟的呀 明白了吗 否则你过来 留不下来没办法 你要自己要有能力的呀 很多过来的孩子帮忙 他们都有能力留下来 他们才能过得来的呀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如果过不来的话 你不一定在师傅身边的呀 你可以在当地 跟帮着师傅一起弘法 你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吗 对不对呀 对 所以弟子也有这个愿望 更像以后来悉尼 帮助师傅一起弘法 不知道条件符合吗 你自己看了 你要看条件的呀 好吗 感恩师傅 师傅可以点点弟子的毛病吗 毛病吗 太小气呀 过去 是的 弟子错了 什么事情都想不通 什么事情都心里有割的 你怎么样度人呢 度人的人要心无挂爱的呀 是的 好了 感恩师傅的 对开示 请师傅一定要保重好法体 我们想念您 我们爱您 感恩师傅 谢谢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 师傅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师傅 师傅小总 你好 一直给师傅请啊 我们各自一段各自飞 不让师傅飞 就您原来给一个人看图 总您讲了一个就是给一个人看图腾 说他现在他曾经前世是一朝一朝宰相 现在是某个村里边一个矿场 煤矿的矿 对啊 这个是不是说 其实在轮回里大多数的人 他都是轮回走下坡路的 对啊 因为你把过去好的东西你轮回之后 你就越来越走差了呀 嗯 这还不懂啊 然后也主要是因为不修行 可能这业障是越积越多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因为你不修行 你每一次的轮回 每一次的懈怠 每一次的遗失 那你时间长了 你不是越修越差 到不 你本来是个宰相 你不是到火葬场了 哦 嗯 对 所以就修行的话 还真的是要好好一室 一室修出去 对啊 对啊 就是要修出啊 修出六道呀 对不对啊 对 你修不出了 你就在里面滚啊 就像一个人一样 在单位里 这个部门人不开心 你换了个部门 换个部门 你还没开心呀 也每个单位里 每个部门都搞的呀 你说我换个部门又搞了 换个部门又搞了 对 你说你 你到哪一天 你算那个啊 嗯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您在12月份图通节目时 有一个男的 说他年轻时候很聪明 然后感情上造业 别人拿走很多气场 他气场的丢失 是跟他的感情上的业障有关吗 什么 你再讲一遍 呃 就是您在12月份看图通 有一个男同修 你说他年轻时候很聪明 然后感情上造业 别人拿走了他很多的气场 对啊 就是他 他这个气场被拿走 是跟这个感情上造业有关吗 那当然了 你欠人家女人了 人家当然把你拿了 你跟人家结过婚 人家拿你一半财产 很正常不啦 哦 那如果气场被拿走呢 气场拿走嘛 你就生命就缩短呀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是不是说只要有银的事情 我们都会有这气场的丢失 对啊 因为银本身就漏呀 所以叫银漏呀 哦 对对对 啊 对 那明白了 好的感谢师傅 呃 还有时间吗 你讲啊 呃 那个师傅 如果杯叶的话 会不会造成莲花不好 你说呢 我确定会的 那我们就是平时度人 有时候难免会有杯叶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跟菩萨说 就不影响天上莲花呢 杯叶之后 你要讲得出来的 你要正正能量讲的呀 你邪能量怎么讲得出来 你要正能量呀 那您可以教教我们怎么说吗 就跟观世音菩萨保佑啊 观世音菩萨 个人业障自己杯啊 菩萨保佑啊 我今天在帮助他 我是正能量 我希望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怎么怎么怎么要讲的 嗯 好的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得了癌症的人 他又治好了 这个会影响他修出六道吗 治好的话 不犯了 就是修出六道可以 但是可以 就等于判过刑的人 能不能重新做人了 可以 好 现在有一些弟子 就是他们业障爆发 得了癌症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莲花存在 然后他们的目标 已经许愿一事修成 但是师父开示过 得了癌症的人很难修上去 所以他们就觉得 就是压力很大 心里边很低落 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鼓励他们 就是得了癌症 你把我今天话告诉他 得了癌症 要比人家更加努力 才能修上去 修是修得上去 更加努力 就这么简单 你今天 你今天劳改释放的人出来 你要比人家努力 你才能 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 这还不懂 那如果说是癌症过世 他 他真的很努力 但最后可能 他的阳寿已经尽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还有可能上去吗 很难 他癌症 他癌症阳寿到了 并不代表 他没有业障 他有业障 才会 癌症的时候过不来 如果人家没有业障的话 人家癌症不这样过来 对不对 是的 好的 感恩师傅 那个敏感是什么原因呢 敏感多呢 很多原因呢 就是比如说 听人家说什么话 然后就觉得 哎呀 他在说我呢 对啊 这是人的猜忌呀 都有的呀 属于是瘾心 那个语度里边的疑 是吧 疑呀 贪生吃慢疑 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 你只要是人的话 你就会有这种 那个怀疑心出来呀 对 好了 所以说叫敏感多疑 敏感 敏感本身就是一种毛病啊 嗯 哦 那对于就是有感 就是比较敏感的人 应该是怎么去修心 对治这个问题呢 不要去对治了 个人修心 个人好 个人吃饭 个人饱呀 对 你去管他 改掉 改掉不让他自己改呀 你自己气量大呀 多跟气量大的人在一起 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那这个人就是有修的呀 哦 好的 明白吗 哎 明白了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我问完了 好 感恩您 我们各自一档各自一 不让师父 师父 小年快乐 谢谢 谢谢 再见 今天小年了 没有 对 今天是23 是小子 好 师父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